哈喽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讲啊 那么我们今天点错了点错了 我们今天啊这这不是第一局啊 这是我们第零局啊 我们要会要执行一个掐断的啊 我在哪里看到的啊就是这个录像啊 就是我们执行四倍数啊执行四倍数 他的标题是问啊为什么我指定的是赵云啊 为什么就是杀指定的杀指定赵云啊短兵指定流善啊 为什么为什么是先结算小胖的杀的啊那等会啊等会 这应该是要爱飞似四寿黄恩了啊 好的那我们是执行刚刚流血给我们拼点拼的是赵云 那么赵云成为杀的目标然后流善是成为短兵的目标啊 那么按照当前回合的杀色逆时针 那么如果刚刚流血是密密照的话 就是按照流血的逆时针结算小胖赵云 然后如果按照我们那我如现在的杀的呃 现在杀的顺序按照当前回合逆时针结算 当前回合角色是我们钉凤 然后按照我们的逆时针结算小胖在赵云 包括铁锁也是啊包括铁锁也是 那基本概念一定要清楚啊按照当前回合的逆时针结算啊 前面的那句定语啊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啊 按照当前回合的逆时针结算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局就执行一个掐断啊 当然这两个人啊概念也是不怎么清晰啊 所以他们第第第第0局就失败了好的 那么我们第0局失败了啊 那么我们第一局啊总归要翻盘了吧好的 那么我们第一局是一个呃是一个4v4的排位赛啊 那么看标题的话说是什么最快秒组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他们怎么最快秒组啊 那么进4v4排位赛的话 嗯刚开始有一个进降环节 那么我方进的是呃呃万能万能配合啊 刘备呃画佗还有中瑶 那么像刘备啊鲁树啊曹瑞啊寻玉啊这种啊 配合度很高的啊是非常容易会被进的啊 所以的话啊我们我们主持角选了这个小胖啊不对 借借胖子啊就是借黄老鞋 然后的话一号位是刘善啊 那估计要来配合我们打一波炸翔了啊 配合我们打一波苦肉和炸翔了 那么来再来个哎呀这个借周鱼啊借嘟嘟被被敌方选掉了 被敌方选掉的话没事啊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吧 那么应该是一号位小胖子先动啊 嗯别打脸小胖 look ahead look ahead 我们有连颅啊连铁锁连舟而行东吾水尸可破 那么逮的就是你借嘟嘟在我们边上啊 好的那么我们杀啊杀 那么这应该先出杀啊再出火这先出杀啊 先把黑杀出了再出火杀啊 万一你有酒的话那也是那样子是吧 那么前几下都杀中啊你借嘟嘟不可能 在那个了啊你也没必要防止酒杀啊 酒什么我们也没酒杀啊说实话 好的那么我们正好一张杀不多一张杀不少啊杀 杀全不用完你正好死掉啊 寄生鱼和生亮 好的那么果然啊确实思维斯挺快的啊 确实没有这个思维斯排位赛啊 秒主攻秒的挺快的啊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第二把啊 哎怎么回事啊 好吧那这个第二把我前两天审核的时候 还能那个啊还能那个估计这个张让啊 他的技能好像又修改了又修改了 那么这个录像的话我们以后再放吧以后再放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个啊 那么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反贼啊 选择了新武将成婚啊 那么我们新武将的话我们还是要 我介绍一下他的技能呢啊 第一个技能即时啊出牌阶段 若你的手牌上速大于零啊 则你可以摸一张牌 然后本回合啊你的手牌上限 减一啊结束阶段啊 若你没有手牌则可以横置X名 武将的武将 啊X为你的体力值啊 第二个技能 练货啊锁定计当你受到火焰伤害时 若你处于连环状态且你是传导伤害的起点 则呃此伤害加1 那么这个 嗯小胖子放全给我们的话 那么我们这回合啊我们放全的回合 跟我们自己自己的本身的回合的话 那我们即时配合这个我们正常的摸牌 那过牌量很大啊 那么这个二张的话啊二张也是一个反贼的话 那他这样子就可以配 我不能说配合啊 他可以把我们多气的牌啊 就直接可以回收了 那么他如果收我们的牌的话 我们就不能发动这个铁锁连环的那个啊 就是不能让其他武将横置了 那我们横置是在结束阶段 那我们没有收牌 那么二张的固阵是在气牌阶段10啊 那么他的他的技能发动时间是比我们优先啊 那么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就 比如说二张等我们气完牌啊发动完技能再让我们固阵 那么这个配合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啊 不能说非常厉害 这收牌量是非常非常大啊 非常非常大 那么我们现在 成婚 二张 小胖啊 那么这个组合啊 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啊 也是二张配合流善再配合一个过牌量非常非常大啊 那么 那么 来 锁锁连环 那么 这刚刚我说的啊 那么 刚刚 二张流善再让我们成婚啊 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组合啊 也是 二张收牌量很大啊 二张流善 那个 就是标准的组合二数船啊 那么 我们成婚二张 流善的话 就等于一个小的二数船啊 虽然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元素啊 我们不是元素 那么 这个 虽然我们 成婚的过牌量不及元素啊 那么 至少啊 过牌量跟一般的人啊 也是港港的啊 也是港港的 再说还有 小胖子的放权啊 那我们 我们急蛇在出牌阶段可以过三张 再加上我们本身能摸两张 正常的摸两张 那么再配合流善的放权 那么我们 放权回合加本身的回合啊 就可以 过 二加三五 乘二十啊 我们就可以过十张 包括啊 还有我们 要气的啊 我们还有气的 所以这个二张收了我们不少破烂啊 没想到他还有一把连驴啊 还有一把连驴 这一把大凶器啊 我们 好像是我们弃给他的吧 好像是我们弃给他了啊 我们也不记得了啊 我们也不记得了 我们到再来看一下啊 好吧 那么这个录像我们以后再放啊 我们以后再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把啊 我们是个八号位的大中臣啊 主公选择了大公皇帝 元大嘴 那么我们看啊 我们身为八号位的大中臣 会不会触发一个经典剧本呢 啊 所谓的经典剧本就是啊 在我们还没出牌之前啊 场上已经有 场上已经比较残了啊 比较残了 或者就 或者就是 在我们没有动手之前啊 我们已经知道 所有人的身份 所有人的身份 那么我们这个棋手肯定是要卖的啊 这翻一个偏 这左词也是偏 反正就是中 左词中反对都可能啊 都可能 那么 死罪可免 活罪难射 那么直接就翻了元寿啊 我们把这个大公元寿 大公元寿 翻了啊 给他补点牌啊 给他补点牌 主公 来 管杀还管埋 那不给我们送个酒 送个桃啊 这 好吧 那么他们靠不住啊 我们就要靠自己啊 我们就要靠自己 好 噩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噩的 那么 这个垃圾收上来啊 比较那个了啊 就比较那个了 我们 收到了一把神器啊 收到了神器 还有 铁锁 无中啊 那么我们唯一缺的就是一张酒啊 我们缺的伤酒 那么好吧 那么 不能再卖了啊 不能再卖了 这虽然一张杀很值钱啊 但是 确实不能再卖了 好 锁锁连环 那么 哈 这个杀佐慈啊 酒属性杀佐慈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啊 因为 袁绍已经射了 射了举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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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蔡文姬就不知道 他是 杯哥菜啊 还是陈琴菜 那么 看刚刚 我们 沙黄盖 他 有杯哥的毒条啊 那么我们 不是认为啊 他就是一个杯哥菜啊 他就是一个杯哥菜 好的 那么我们 索索连环 哈 就 突然发现啊 这主视角有一把神器也没用啊 一把大凶器啊 狗定刀啊 狗定刀 他没用 那 刚刚是不是 佐慈的手牌太多了 我们只有两张过河拆桥 我们只有两张过河拆桥 那么 我们 哈吧 没有捡一马啊 有捡一马 其实 可以先杀 有捡一马 先杀 嗯 赵云啊 过河拆桥先拆赵云的手牌 然后再 那个啊 那么先杀蔡文基也一样啊 先杀蔡文基也一样 那么 还有这个 这个袁绍我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啊 内奸已经死了啊 内奸和忠诚都死了 你没必要 那个啊 那你如果拿闪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推了 这个袁绍一点都不配合我们啊 一点都不配合我们 我们 我们跳的很中啊 我们跳的很中 内奸反正都死了 我们就是忠诚啊 我们就是忠诚啊 那么这个袁绍不配合我们啊 好在我们凭借着我们连驴偷偷偷啊 打下的一定的基础啊 不然的话 你这个袁绍输了 都不知道 怎么输的啊 躲在角落里慢慢哭吧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把啊下一把 是一个测试符的录像啊 我们 也体验一把这个新武将啊 不是新武将啊 土豪新武将啊 土豪新武将 那新武将官说也不算新武将啊 那只能说是说是土豪的新武将啊 土豪的新武将啊 土豪的新武将 那么我们是个二号位的大反贼啊 二号位的大反贼 主公的话是一个戒皇盖啊 那么他起手也没诈降啊 这个好吧 那么我们就伪装一下身份啊 伪装一下身份 因为我们毕竟 关锁啊 你选出来本来就很招打啊 很招打 这我们关锁如果先死的话就不怎么好玩了 不怎么好玩了 那么这个新武将啊 王狼王狼确实是一个新武将了啊 好他是一个三学两技能啊 他是第一个技能啊 骨蛇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可以用一张手牌啊 之多与三名角色同时拼点 那么他刚刚好像跟曹昂跟 辛彩妹子拼点了啊 然后啊然后依次结算啊 也是按当前回合的逆时针结算啊 没赢的角色选项啊 弃一张牌啊 就是你自己弃自己一张牌 二就是令王狼摸一张啊 若没有拼一赢的角色是你 然后你就获得一个饶舌的标记啊 你有七个饶舌标记啊 你就死了啊 你就死了 第二个技能 激瓷啊 那么 当你发动骨蛇啊 拼点亮出牌堆啊 就是拼点亮出这个牌后啊 若你的点数小于X 你可以令词点加X 若这个点数等于X啊 你就可以 嗯 发动 饶舌的次数啊 上限加1啊 X为你饶舌的标记数啊 那么他现在有一个饶舌啊 这个谁开了一个五谷 我们不拿万剑吗 这万剑说不定到最后可能会成为一张神万剑啊 会成为一张神万剑 那么张星彩的话 目标很明确啊 这个联弩肯定是要拿的啊 联弩 王盖 剑皇盖的联 哦不对啊 剑皇盖的杖拔肯定是要拿的啊 他如果没牌的话 没杀啊 他两张红 拍两张红牌就是红杀啊 拍两张红牌就是红杀 就是红杀 那么哈啊 Q接1 Q接2 那么有人会说啊 为什么这个黄盖炸降了之后能出三次杀呢 啊 这 眼瞎啊 眼瞎这个曹瑞给他一个包养 那么这个曹瑞的话 比较那个啊 比较那个啊 比较那个 我们希望反贼方来压一下曹瑞的血 那这个 这张南蛮来的其实非常神啊 非常神 那么关键的时候啊 就是一张神南蛮 可惜啊 那那个五 那个五五开的万剑我们没拿 那么如果这张万剑如果也拿在我们手里的话 就是一个神南蛮加神万剑 那个 呃 我们呃 配合真蓝过牌啊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爽的 非常非常爽 那么 辛才妹子估计这轮要去咯 好吧 那没死的话 嗯 应该不出意外啊 应该要死在我们手里啊 应该要死在我们手里 好 那么哈 那么黄盖 这个 按照道理是要杀曹瑞的 杀曹瑞的 你不杀曹瑞的话 黄盖 你大侠一次出三张杀 你反贼方谁能挡得了 你别曹 曹他 你黄盖 拿一张红杀 你 你只能呵呵啊 只能对他呵呵 那么 这个场上啊 心裁也残了 那我觉得 这个难蛮的话 觉得可以打心裁了 还是觉得可以说心裁 两军挣钱 富战降降 那么我觉得 心裁应该收不了了 收不了了 那黄盖肯定要收了 黄盖肯定要收了 黄盖肯定要收了 黄盖 好的 那么我们真能 来了一个当仙 来了一个当仙 那么赶快啊 赶快我们来唱首歌啊 我们来唱首歌 什么歌呢 就是 AK在哪里啊 AK在哪里啊 确实啊 我们唱了之后 AK确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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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AK在那小朋友的 苦当里 那么如果 大家想玩 关锁的话啊 想要AK 那赶快 那赶快 来唱这首歌啊 这首歌一唱 AK 保证来啊 保证来 那么黄盖 看我们排这么多 来乐我们 你觉得你这个乐能 乐得住我们吗 开玩笑啊 我们我们先执行的是当仙啊 我们执行的是当仙啊 我们获得震蓝的第一个技能也是当仙啊 这个神与盼啊 神与盼 好 那么 末将任成复制 随丞相出征 那么 这个青钢剑 没 没 青钢的青钢剑 他有八卦阵 没有呢 他有闪那没办法了 好的 那么我们莲鲁 莲 偷他的话 就 我们可以防止伤害啊 我们有纳蛮啊 我们有纳蛮 致蛮啊 我们有致蛮 好的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 我们都不需要正常的这个摸牌出牌阶段啊 我们就靠当仙 就能把这个黄盖给偷了啊 把黄盖给偷了 把黄盖给偷了 那么我们也不打你曹瑞了 也不打你曹瑞了 虽然你曹瑞当忠诚啊 确实挺招打的 确实挺招打的 好的 那么 时间比较短啊 时间比较短 我们由于这个第二把啊 放不出来啊 放不出来的话 我们幸亏我今天准备了一个 不然的话 比较短小啊 视频比较短小 这个我们是个六号位的大反贼啊 那选择这个 这个在小胖局啊 这是独裁的反贼属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你小胖局选独裁偏反的啊 就是一个偏反的武将啊 那 你看人家目标也很明确啊 你小胖的主攻你 你蔡文姬选出来 三胖的蔡文姬选出来 你就是一个大反贼啊 反贼属性非常非常高啊 那么这个小胖子开南蛮肯定是对的啊 他们祖宗方肯定是要开南蛮的啊 尤其是这种 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开了啊 那么龙我三思 百战之身奋勇屈前 这个真美好 那么这个好吧 你孙权没有 没有基本派你就别酒啥了呗 好吧 那这个观音频啊 非常非常非常 那个啊 那我们一决斗 这制约的限制 你可 你可感觉得到啊 那么没死 没死的话 观音频就觉醒了啊 没有死的话 这仁德之士 终究成了炮友吗 那么这个观音频啊 他 他 这个决斗啊 菊花决斗啊 一喷 这个 也是一个 怎么说啊 是一个 一一箭双雕啊 你 你小胖子死的话 就直接就去见炮友了 没死的话 观音频觉醒啊 观音频觉醒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那么结束之前的话 就是 呃 老生常常的一句话 那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了 好了 谢谢大家